大家好,今天吃了吗? 还记得台湾偶像剧里 曾经把你馋的七荤八素的台湾点心吗? 今天吃小货就要带你探一家 价廉物美的台湾小吃店 老树台湾味 坐落在中国城的老树台湾味 虽然不在黄金位置 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古朴干净的环境和质量颇高的美食 还是能让食客们纷纷涌入 一瓶地道的台湾风味 光是看到卤猪脚 吃小货的食欲就无限膨胀 老树家的卤猪脚是那种QQ的感觉 卤得十分入味 软糯又不适Q弹 口味十分加常 同时入味了酱油咸香 以及一丝微甜 吃小货个人非常喜欢面线 这款老树招牌偶尔面线 虽然稍稍显酸 有一点点像加入了胡椒粉 但是偶尔个头很大 味道很足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 以前看台剧的时候 就对藕阿煎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老树家的藕阿煎是三甜口的 透明的生粉 制成的面皮嚼劲十足 和煎鸡蛋非常大 卤肉饭是老树家的招牌了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铺在饭上 配上腌好的黄萝卜不会太腻 配比拿捏的恰到好处 而且分量也非常地道 老树家的招牌香肠 散发着独特的蒜香味 吃法非常特别 和葱一起吃 吃完满口都是葱的鲜香味 而且完全没有外面吃到的香肠那么腻 台式萝卜糕外脆里嫩 虽然单吃口味稍显单薄 但是老树提供的蘸酱和萝卜糕超级大 推荐给喜欢吃糕点的小伙伴 老树家的盐酥鸡是用猪油炸的 特别香脆 脆爽外壳加上里面软嫩的鸡肉内里 好吃到我赶紧打包一份回家 饮料我们点了冬瓜柠檬茶和冬瓜茶两款 冬瓜柠檬茶口味相对酸色 没有什么冬瓜味 但是冬瓜茶就是小时候灌装冬瓜茶的味道 灌入口中的一瞬间 回忆就上来了 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